讓我們來關心的是疫情之後呢 兩岸航班現在也逐漸的增加了 中國南方航空從今天開始 也恢復了高雄到武漢的航班 中國南方航空宣布 從今天開始恢復高雄 前往大陸武漢的往返航班 今天早上看到呢 就有兩團的旅行團 以及其他的一些閃客 總共有50人呢 是前往要搭機到大陸的武漢去 而對這一些搭機乘客來講 從高雄國際機場救濟搭機方便多了 疫情逐漸解封後 不少航班都陸陸續續的負航 不過呢 在前往大陸的航班 在高雄的國際機場來講 相對還是比較少的 因此搭機乘客表示呢 過去來講 都要必須北上到桃園 才能夠搭機前往到武漢 而現在呢 就可以就近 從高雄的國際機場呢 直接搭飛機前往到大陸的武漢 對他們來講 也省去了一些交通的時間 而不僅如此 到了武漢之後 臺灣旅客呢 還可以轉搭航班到其他大陸等地 像是東北省或是內陸等等的地方 都相對而言比較方便 好我們知道臺灣呢 在今天公佈了2023年的年度字喔 是缺 那麼講到這個臺灣之前 我們先來講到中國大陸 其實他們也有所謂的年度十大流行域 那他們也公佈有哪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也反映他們的 這個今年所發生的一些大事 我們來看大家比較熟悉的 像是高品質構建一帶一路喔 因為今年是10周年嘛 另外數位中國杭州亞運 這個大家一定也都知道 這是中國今年非常重要的 體育還有外交盛事 另外還有核污染水 當然了這影響中國跟日本的關係 非常的嚴重 另外還有巴以衝突 也就是我們知道的以哈衝突 這也是全球都非常關注的 還有神舟17號 他們所發射的這個火箭 另外還有村超 村超這個比較特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這村超 它是體育界唯一入選的詞 我們知道英國足球聯賽叫英超 他們為什麼叫村超呢 因為是在大陸的貴州 一個叫榮江縣 他們舉行了一個足球聯賽 但是參賽的人都是村民 而且獎品也都是農村相關的產品 非常的接地氣 但是這個非常的紅 紅到有鄉民親切的 叫他們村超甚至叫村法 像這個FIFA 他們現在叫村法 甚至走紅之後 英超還自己派了團隊來榮江縣的 來幫他們的教練進行專業的培訓 所以也就是從基層改變了足球的生態 也就是今年在中國大陸 討論度非常高的一個話題之一 那我們剛剛講到年度十大流行語當中 就有一帶一路 那麼現在呢外媒就報導 其實義大利已經正式告知中國大陸 他們要退出所謂一帶一路的倡議 主要就是因為義大利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逆查 已經從先前的200億歐元增加到了480億歐元 完全就是幾乎是一倍的數字 外界就分析主要可能就是因為 加入一帶一路 義大利感覺好像成果不如預期才會宣布退出 比亞迪刀片電池進行穿刺試驗 不會爆炸或出現明火 讓造訪企業代表看得嘖嘖稱奇 印尼 泰國 馬來西亞等一帶一路國家 到港澳大灣區考察 感受當地科技進展 但在此之際路透社報導 義大利政府已正式發函 退出一帶一路倡議 目前中國大陸和義大利 仍未發表任何官方聲明 今年9月G20 義大利總理梅洛尼 就當著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的面 坦言正規劃退出一帶一路 義大利是七大工業國 唯一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西方國家 梅洛尼去年上台前就曾表示 2019年加入一帶一路是個嚴重錯誤 義大利外交部長塔加尼也直言 一帶一路成果不如預期 國防部長克羅塞托更開嗆 義大利對中國出口只是多賣了一些柳城而已 但這次分手梅洛尼仍強調有意願保持戰略夥伴關係 避免激怒中國實施可能的貿易報復 縱使外界對一帶一路質疑深不斷 中國大陸仍發布最新消息 表示今年前11月 中歐班列共開出16,145列車次 較去年同期增長 對一帶一路的經濟效益信心滿滿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好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的經濟 最近面臨了逆風 甚至外界的信用評級機構 也對中國的財政給出了負評 但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真的不好嗎 我們來看到這個數字 也就是中國大陸的物流 他們在12月4號的時候 出現了第1200億件的快遞 再創了歷史新高 也就是他們今年已經有1200億件的 物流跟快遞有在運行 那這第1200億件的物品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到它是一件 從雲南昆明運到四川成都的鮮花 還蠻浪漫的 那先前我們其實也有討論過 在雙11的時候 中國大陸今年感覺好像消費 沒有像以前這麼熱 消費者感覺好像有收手的現象 但是其實他們也有觀察到 在今年11月的時候 整體的物流電商指數也有113.1點 比起10月也上升了1.2點 那麼看起來集中的促銷活動 還是會帶動物流需求的回升 而且整個總指數呢 還是有恢復到近5年的高位 所以看起來中國大陸的經濟 好像也沒有預期當中的狀況出現 但是其實呢 他們背後也有很多的問題需要等待解決 像是他們為了要支持經濟成長呢 中國大陸現在無意間就引發了 所謂的大規模現金緊縮 北京的當局罕見批准了預算調整 就是希望說可以來救這個地方政府的債 但是現在呢 反而讓地方銀行爭奪資產 讓他們的短期融資利率一度上升到了50% 中國大陸多家村鎮銀行發布公告 下調存款利率 希望能促進民間消費 上半年人民幣存款增加20.1兆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1.3兆人民幣 調查顯示58%民眾傾向更多存款不敢消費 主要原因是對經濟表現不樂觀 青年失業率高 房產市場嚴重衰退 地方政府稅收大減 他們地方政府很大程度是依賴 土地財政就是相關的稅收 房地產相關稅收 那麼這時候稅收就會短少 疫情三年 醫療或社會的支出是增加的 所以收入減少支出增加 所以債就更快速的積累 在4月份的時候 貴州就已經喊出來說他還不了地方債 逼到9月份左右 北京當局就說 那我幫你們開一個口 你們去借這些錢 北京批准年終預算調整 得以出售人民幣1兆元的主權債券 緩解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然而大量發行債券使境內金融機構 競相籌措現金 以應對流動性緊縮危機 短期融資利率一度上升到50% 你這些債舉出去 你就是要換錢 那錢從哪邊來 誰要買這些債 顯然不是民眾 所以就是一般的銀行 所以一般銀行就要把現有的錢 拿去買債 那麼手邊的錢就會變少 那普遍銀行都沒錢 那怎麼辦呢 價高者得 我給你掉錢 我給你1%的利率 那我給你掉錢 我給你3%的利率 那不夠 我給你50%的利率 所以是這麼來的 包大局的趨勢就是 借錢來解決 當前的人還沒自己 就像我們民間的標會 或者跟銀行借款 所以它就是飲吃貓糧的政策 借來的錢 你投入的這個經濟 不能夠得到有效的回收 借再多的錢 還是一樣是 等於是沒有什麼效果 內需與出口 雙引擎動力不足 中國大陸經濟前景難樂觀 境外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 下降比例達到92% 也就是說如果有100億的美金 應該進入中國大陸 現在只進入8億 內資相較2016年 下降比例也達到25% 新投資不來 非常嚴格的人員流通的管控 叫做封城 這個封城的政策使得 它經濟受到很大的衝擊 光是上海一個市 它就作為中國大陸高科技業 尤其是半導體生產的四分之一 它還是中國對外的窗口 所以整個中國的產業鏈 都受到很大的威脅 因此他們在拖了半年之後 在去年年底開始 趕快把它解封 可是這有一點點來不及了 美國華盛頓智庫指出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 已經到達極限 未來很可能會出現負成長 或面臨嚴峻的經濟危機 北京當局要解決困境 從支持房地產行業著手 房屋銷售下滑加劇 這場危機尚未有結束的跡象 要修復勞動力市場和消費者信心 還有一段路要走 TVB新聞徐坤山 王浩宇台北採訪報導 好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 現在非常積極的 在研發電動車 也緊抓的這一塊大市場 那麼但是有民眾 他們一家四口 在試乘華為的新車 叫做問界M5的時候 試駕員在示範自動輔助駕駛的時候 沒想到卻直接的撞上了前車 甚至導致四人輕重傷 而這也引起業界的高度關注 今年11月到12月 華為與奇瑞長安汽車 合作的新車陸續問世 其中與賽利斯合作的問界M9新車 也將在12月底發布 但有民眾向大陸媒體投訴 去年9月他們一家四口去華為門市 上車試駕新款問界M5 結果發生意外 當事人回憶隨行的試車員 聲稱自己開啟了自動駕駛功能 結果沒想到手腳放開後竟發生車禍 導致兩名乘客輕傷兩人重傷殘廢 駕駛員向媒體表示當時是因為車速過快 人為接管不及 與車輛性能無關 當事人指控事發一年多後 從今年7月起 華為汽車的銷售廠商 已沒有支付護理費 更未履行賠償責任 分而向政府相關單位投訴 並拒絕和解 華為方面表示 2022年發生事故的問界M5 還沒有自駕功能 只有輔助駕駛功能 近年華為積極跨入電動車市場 就怕影響市場信心 後續事故調查及賠償責任 還在釐清中 TVV新聞綜合報導 TVV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